俄乌战争还在继续,西方的制裁来势更猛烈,不仅西方政府痛下杀手,脸书等美国一众科技企业也立即跟进,仅仅只有这些吗? 意料不到的还有更多,欧洲年度音乐盛典已经禁止俄罗斯歌手参赛了,而后迪士尼、华纳兄弟等也加入制裁行列,美欧国家不仅停止演奏柴可福斯基音乐, 还有俄籍指挥家被禁言,以及取消天鹅呼芭蕾,国际足联,欧洲足联,国际兵球协会,国际华联,纷纷对外宣布禁止俄罗斯参赛,我们不禁要问西方宣扬的音乐无国界,艺术无国界,体育无国界呢? 为何一碰到俄罗斯,就全部露出双标的嘴脸?至于什么科学无国界的鬼话,我们早就临教过了,战争很残酷,现实更冷血。 一旦政治挂顺,意识心态就不再是分歧,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。 西方最后连无国界这点折羞布都踩在脚下。 这场战争美国吃相台难看,美国的一些企业同样目楼熊光。 他们是为了正义吗?美国天天四处发动战争,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,他们是为了和平吗? 事实上,只要美国承诺,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,战争就会立即结束。 但是美国不仅不去调解战争,相反还源源不断地给乌克兰送去武器。 谁在火上浇油? 谁在为战争递刀子? 美国从来不是为了和平,而是为了挑起战争。 大家可以想过,美国为何乐中在全世界挑起战火。 刚刚有一则新闻彻底暴露美国的真面目。 美国一边带头制裁俄罗斯,一边为何要为俄罗斯的能源豁免? 不为别的,只是为了赚大钱。 通过这轮制裁,通往欧洲的北西R号彻底挂了。 欧洲不能从俄罗斯购买急需的天然气。 但是美国人可以啊,中间商赚差价,坐地收钱。 还有什么比这更香的生意? 这就是美国不断供货乌克兰,却又不肯出兵援助的根本原因。 可怜那欧洲被卖了,还帮人家数钱。 和平是战争贩子的敌人,只有不断挑起战乱。 美国这个战争贩子才好大发战争财。 为了自己的利益,美国可以牺牲任何国家人民的和平。 在美国政客眼里,战争本就没有什么正义和邪恶可言,有的只是利益二字。 美国建国近250年,仅有一六年没打仗。 这个世界最好战之国,却总是无耻地指责别人破坏和平。 俄乌开战,美国军舰就到台海挑衅。 然后又在西南的尼泊尔高市,美国四处煽风点火为了什么? 当然是为了搞乱中国,才好掠夺中国几十年发展的劳动果实。 看到这里大家不觉得网上所谓的反战人是可笑吗? 反战不反美,都是心有鬼。 和平来之不易。 不是别人施舍,而是我们的前辈用血乳之躯。 在战场上拿命拼来的,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啃着各亚的冻土豆,为的是今天我们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握冰踏雪,为的是我们不再受欺凌。 他们也渴望和平,但是为了下一代能够享受和平,必须用命来捍卫。 所以反战不反美,不是汉奸就是狗腿。 白天看着战争态势揪心,夜里在梦中惊醒。 突然明白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手段,终有一天也会用在我们身上。 看看谁在武力阻挠我们统一。 看看谁在一波又一波派出政客到挖刀挑衅。 看看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。 看看谁在南海怂恿与华夏敌对。 看看谁在西南方向挑动与华为敌。 再看看谁不停地抹黑,造谣中国。 这场战争如果俄罗斯赢了,打下的将是欧洲势力新格局。 但是这场战争如果俄罗斯倒下了,下一个被针对的将是我们。 如果俄罗斯被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家,美国及北约将会自西向东与日韩会合。 对华形成全面包围。 我们渴望和平,但是祈求和平,贵求和平,就能得到和平吗? 失去了俄罗斯我们不仅失去一个帮手,还有宝贵的战略缓冲。 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,美欧的全面围追堵截。 大国崛起就别想了,华夏复兴更别提了。 生活在西方列强的霸凌和欺辱之下,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无宁日。 亲爱的朋友们,现在知道如何看待俄乌战争了吗? 如果你不懂历史,如果你不熟悉国际政治,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个标准。 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? 谁就是我们的朋友? 谁在破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?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? 谁有利于我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? 谁就是我们的朋友? 谁在破坏我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?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? 没错,就是中国立场。 只有站在中国立场,我们才能维护祖国的核心利益。 有国才有家。 这场战争让我逐渐认清,在大是大非面前,国家的立场才是我的立场,也应该是你的立场。 我们再来看美国在中亚五国和尼泊尔的动作。 第一,美国趁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,而无力东顾之机,对毒原体国家中的中亚五国施压,以重新在中亚地区驻军,直接肢解俄罗斯的势力范围,让俄罗斯首尾无法相顾。 第二,中亚五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,是中国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重要区域,也是中国路上石油天然气进口的重要通道。 是中俄一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,美国到中亚五国来搅拒搞事,显然有更深远的图谋。 第三,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,美军在中亚地区,拾取了军事基地和战略支点。 美军重返中亚就是要重新建立这样的基地和支点,以对付中国和俄罗斯。 第四,尼泊尔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,是中国影响力繁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南亚的重要通道。 当前中尼关系正处于逐渐向好的时期。 中尼铁路开始修建,中尼联系日益紧密。 由于中印关系持续紧张,中印边境冲突不断,美国跑到尼泊尔来插一手。 甚至还可能在尼泊尔驻军,显然是要对中国西藏搞事。 在中国的腰背上插刀。 从更大国际政治局势看,从乌克兰到中亚五国再到尼泊尔,美国实在不一个很大的局。 在西奔,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,利用乌克兰这个代理人拖垮俄罗斯。 在中亚,对中亚五国动手,其意是要搞乱中亚,搞乱中俄两国的后院。 切断一带一路向西通道,切断中国与中东、西亚、欧洲的路上联系。 趁势搞乱中国新疆,在尼泊尔,是要以尼泊尔为基地。 破坏中国西藏稳定,并进一步破坏中国与印度的关系。 挑动中印边境冲突升级。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 即美国正在中俄两国的西、中、东部进行一个更加狠拉的战略布局。 同时对中俄两国动手,不仅是要挑拨中俄关系,而是要直接绞杀中俄两国。 美国对中俄两国的绞杀,已经到了图穷笔仙的时候。 现在整个西方世界,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封锁绞杀。 美国开始在中亚和尼泊尔,直接对中国腰被动刀。 中国怎么办? 我们说中俄是存亡齿寒的关系。 很多人不以为然,我们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 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,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硝烟,没有听到战场的厮杀声。 依然认为战争离我们很遥远。 认为俄乌冲突跟中国没有关系,认为中国应该跟随美国谴责俄罗斯。 今天整个西方集团,对俄罗斯所使用的手段,明天都会用到中国身上,而且只会更狠。 不仅会对中国腰被捅刀,而且会直接对中国的心脏开枪。 今天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,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。 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规则、道义,对他们来说,规则和道义和责用不合作气。 一切都是站在实力的地位用拳头说话,现在中国是如莽慈悲,如耿在喉。 应该要怎么办?